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桥捕鱼在青族三岛上已经流传了500多年 这种类似杂技表演的捕鱼方法汲取视觉冲击 现在并不是所有的青族人都会的 青族三岛上只剩下最后五个人会这门古老的营生 青族人为什么不用船或者别的方式去捕鱼 这种捕鱼方式的神奇之处又在哪里呢 俗话说得好 要捕鱼先解网 高桥捕鱼的神奇之处首先就在于这张网 咱们先看看这张女众不同的网 高桥捕鱼用的鱼网成三角形 两个脚分别固定在横杆的两个脚上 被扎起来的另一个脚则缠绕在支撑杆上 这样在海里捕捕时 捕到的鱼虾就会围在扎起来的鱼网里 高桥捕鱼当然是离不开高桥了 可是要把高桥和人的双腿合二为一 就离不开绑腿 都说男人要对自己狠一点 这话用在阿明他们身上一点都不围过 您看绑腿是扎得又扎 绳子是累得紧紧的 而且两条腿必须绑得一样紧 为什么要绑这么紧呢 阿明告诉记者 他们在潮水长起来的地方捕捞鱼虾 一旦绑腿松动高桥拖落 我们就会摔倒 那将是非常危险 接完鱼网绑好高桥 这下就能下海捞鱼捕虾了吧 不行 接下来还有第三个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找鱼 什么 找鱼 这怎么可能呢 鱼在水里 谁知道它在哪里 渔民苏明光说了 他们有自己的方法 北风三四级就有鱼虾 这种说法让记者有点摸不着头脑 不过阿明说了 这是他们组被流传下来的经验 在捕鱼中 他们一直遵循着这样的规律 祖传经验有何奥秘 对自己狠一点 为何成为生存法宝 风浪的重心 看他们如何捕鱼 神奇的村庄之 高桥捕鱼 正在继续 准备好鱼网 绑好高桥 还找到了鱼虾 现在是不是就能下海捕捞了呢 还是不行 阿明说 他们还要做第四件最重要的事情 勘查沙滩 阿明告诉记者 并不是所有的沙滩在涨潮后 都适合捕捞鱼虾 有些地方沉积的淤泥太多 高桥会陷入其中 无法拉出 在湖水涨出来之后 就会变得非常危险 这样的地方 即使鱼虾很多 也绝不能越雷池半步 只有做到心中有树 他们才会下海 再来 马上 马上 找吧 看到里面有鱼吗 有好小的 啊 你开去我们看一下呗 哦 开了 嗯 好 哦 什么都没有啊 哦 还有点点 什么都没有啊 没有 今天浪还大啊 浪还大啊 嗯 没有鱼啊 嗯 那什么情况下有鱼啊 到底没有浪 红浪啊 红浪加小点 小点是吧 嗯 肺不肺劲啊 肺劲 肺劲啊 平时像这样能打出鱼了吗 是啊 能打出鱼 一百多斤啊 一百多斤啊 是啊 这怎么摔倒了 摔倒了 嗯 又打 高跳掉了 嗯 这脚太痛了 脚太痛了 嗯 这条鱼啊 嗯 打鱼了 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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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金江里面 鱼打最多的鱼了 嗯 风浪越来越大了 74岁的武锐靖大爷 意外地捕捞到了十几条鱼 这给阿明他们少许的安慰 他们暂时回到岸上 等风浪小的时候再去捕捞 海浪的巨大推力 让踩着高鞘的阿明他们艰难向前 海浪随时可能把他们掀翻 海浪渐渐的大了起来 阿明他们踩着高鞘在海里里变得异成吃力了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 风浪依旧没有减弱的现象 阿明他们还艰难地在风浪中推出以往 突然 一向不怎么爱说话的武锐吞 也被海浪掀翻了 我看见一个月不大 没有月那太大 太大没有月 风浪越来越大 我们也不得不放弃拍摄 今天没有不到鱼 阿明有一些人害 这些人都没有不到鱼 现在很浪大的没有鱼的 鱼没人跟他打他 打他成汗 他就要往心里走了 阿 今天就没有了明天再来呗 明天有的 我们天天就要打鱼的 今天这样情况浪大情况少见吗 少见 少见是吧 做这个活儿幸福吗 幸福 然而我有点幸福 您看啊 踩着一米的高桥 扛着三平方米的鱼网 在大风大浪中就这样下海捕鱼 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那么万伟村的阿明他们 为什么会坚持用这种古老而传统的方式捕鱼 在这种捕鱼方式的背后 有着怎样的故事 这种捕鱼方式给他们的生活 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一米的高桥 三平方米的鱼网 他们踩着高桥去捕鱼 百多两百斤鱼 古老而奇特的捕鱼方式 为何流传至今 我们没有书生的许子 那些信号的有了 走进美丽的金属三岛 揭开高桥捕鱼的神秘面纱 神奇的村庄之高桥捕鱼 正在继续 记者一直有一个疑问 万伟村的村民 为什么会采着高桥捕鱼 这种古老的捕鱼方式的背后 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呢 太深了 这个虾太深了 我们这人出去就没办法 就采高桥 高桥捕鱼 走高桥捕鱼 那为什么不用采啊 不用采的 不用采就很近的呗 高桥捕鱼是金属人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 总结出来的捕捞鱼虾的方法 在金属三岛浅湾一带 小鱼小虾一般在一米多深的 浅海活动 这个高度刚好咽过头顶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金属人总结出了 在腿上绑高桥 以提高高度的做法 这就是高桥捕鱼 反正我们没有书生的 那些时候就有了 我们没有书生的自己 比如说我的 我的讲卫 我的爸爸就用了 我们 我的年纪就没有用过 传下来了 传给我的 随着生产方式不断进步 现在高桥捕鱼 已逐渐被其他方式所取代 阿明他们更担心的 是高桥捕鱼 这种祖传下来的东西 很少有人继承 现在这些花太多了 这些花太多了 今天没有捕到鱼和虾 那么往日他们最多 能收获多少呢 虾南虾的一百多两百斤都有 两百斤都有啊 对 对 对身走的多少水海边到哪儿 两米三米都有 到你身体哪儿啊 到这个 这个 没脖子了一样 对 能走的那么深啊 对 能有 我们打到鱼的 外面的 下面的有人来买了 如果没有人来买了 打个电话 整个电话给老婆 孩子出来等 拿回去 塞干 阿明说 以前就是靠着采高桥捕鱼的收入 来养活他们一家人 神奇的高桥捕鱼 也让他们一家的生活 充满了幸福和美满 记者想体验一下 神奇的高桥捕鱼 先绑 先绑 绑这个是吧 先绑 先绑 你绑紧一点 很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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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啊 不疼啊 有点紧 我从来没绑过 你的肥肤太 很嫩的 从来没绑过这样 那怎么这样 我这么 往来往来 上来 上来 把这个 多鞋 把这个 刚把高桥绑在腿上 我就感觉到了 被束缚的不适和疼痛 我觉得很疼啊 那你们平常绑的没事是吧 行 你一般都走几个小时 一般都走几个小时 一般都走 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半个小时 休息一下 对 我觉得我这一会儿都受不了了 很疼的啊 嗯 它这个怎么才能保持平衡啊 啊 怎么才能站稳 你一般脚路这样呗 嗯 我怎么走啊 啊 小媳妇 小媳妇 像一个部队一样 拿这个东西 拿东西往下走 哪个东西啊 不行啊 不行啊 小心小心脚 把这个东西在这里 我没东西啊 嗯 没有东西 拿起来 太软 哦 可以啊 我拿这个不能走 没有拿 不用拿 高敲插在沙滩上 我试着向前挪动 哎 我怎么 怎么就 这样下什么水呢 根本就下不去 下不去 啊 不好意思 站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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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他们平常怎么工作的 这个反正我是站不住 我两个人搀扶都站不住 即使在阿明他们的搀扶下 我也是寸步难行 短短的几分钟我就很难受 而阿明他们常年累月踩着高敲在海里面 可想而知需要多么大的耐力和勇气啊 风浪中他们艰难的前行 高敲捕鱼为何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现在这心情话太多了 金族我国唯一的海洋民族 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神奇的从中之高敲捕鱼正在继续 金族三岛三年环海 阿明家就在岛上的万伟村 阿明是地地道道的金族人 今年五十四岁的他 学会高敲捕鱼已经有二十年了 金族三岛 距离我国东兴口岸不远 海的另一边就是越南的盲街市 五百多年前的金族三岛 还是无人居住的荒林桥岛 阿明的祖辈们追逐鱼群来到这里 从此金族就成了我国唯一的海洋民族 受第六号强热带风暴杜苏瑞的影响 阿明踩着高桥捕鱼并没有什么收获 他决定带着记者在出趟海捕捞螃蟹 他告诉记者出海捕捞螃蟹和捕鱼 也渐渐成为他们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现在是早上的六点钟 海跌的风暴比昨天八晚要小了很多 阿明也要出海捕螃蟹了 不知道他今天土是怎么样 下雨要发风就有点担心 我们不担心 但是老婆 老婆就赶紧在家里 给我们担心 对对对 那下雨要经常捕鱼捕鱼 大概收获多少 多的时候就一千块 一年 不是一天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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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美酒 找到的二百块 今天的风险很多 好 事实炒 你才做得好 吃巧克力 做过 一部分 刚才做得好 等于我们不停 找到最 Whoa 这都担心 从早上六点开始到十点钟 经过四个小时的捕捞 阿明他们满载着打捞来的螃蟹回家 阿明的儿子儿媳都在东兴时工作 家里只剩下他和老伴两个人 儿子对于传统的高桥捕鱼根本不感兴趣 有时间的时候 阿明会叫上其他四个会踩高桥的人 去前海捕捞雨下 清晨阳光从地平线上升起 海面上风平浪静 阿明他们信心满满 踩着高桥扛着雨网 又开始了新的劳作 高桥捕鱼密集 一米高桥 绑紧绳带 三角渔网扛着前行 人与高桥合二为一 风里浪里捕鱼捕虾 传统记忆代代相传 高桥捕鱼是新族人独特的捕鱼方式 当地人说了 用这种方式捕鱼呢 在浅滩上行动自如 可以迅速捕到行踪不定的鱼家 长潮也不怕 因此这种捕鱼方式一直流传到现在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这种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捕鱼方式 也渐渐退出人们的实现 当地政府已经着手 对高桥捕鱼进行保护和传承 让高桥捕鱼成为京族三岛独特的风景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今天能讲收拾问题是 答对的观众有机会获得月奖 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提供的冰箱一台 你还可以通过CNTV七家农业网站 获取更多的农业节目信息 收获六七和你在一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一百二十户村民 五百多个马蜂窝 上百万只马蜂 为何在此安侠 见越多我们越喜欢 村民为何对凶猛的马蜂爱不释手 你不敢 你看 它没有有何神奇的技能 让马蜂乖乖听话 神奇的村庄系列节目之 猎风绝技 敬请收看